一个是杀人如麻被称为狮神殿的恐怖异形骷髅 一个是教会的杀手锏被称为灾勒毁灭者的超级帅哥夏亚 那猜猜哪个才是本篇的主角 究极亡灵法师狮神殿暴走 这是被吸引而来的王者满溢出迷宫 如果不加以阻止 世界将会被恐怖的狮巢吞噬 为此国家派出大量兵力围剿狮神殿 却惨遭屠杀死伤严重 关键时刻这个世界的究极主角夏亚挺身而出 和狮神殿进行激烈的战斗 面对狮神殿召唤而来的丧尸龙和亡灵大军 后方支援的法师们都不禁为夏亚捏把汗 只有女术士坚定地认为夏亚不会输 因为那个人绝对不会向死亡屈服 和世界上所有的主角一样 夏亚拥有一个悲惨的童年 她天生拥有亚眼 能看到世间万物的灵魂 大多数拥有这种能力的人 都会躲在教会受其庇护终生 而圣萨德则是沉浸于玩弄灵魂的快感 成为像狮神殿一样的死灵术士 唯独夏亚选择踏上战场为人类而战 在奋力歼灭了数不胜数的尸骨后 夏亚终于看见了狮神殿的本体 一个被层层保护起来的大脑 夏亚感到了出离的愤怒 就为了保护这个破玩意 所有生命对她来说不过是玩具 她以为自己是死神吗 狮神殿反问夏亚 她其实也很享受那些死在她刀下的亡魂 所发出的哀嚎 像他们这种肆意戒毒生命的人 充其量只是披着死神的外皮 打造成堆尸海并以此为乐的人渣罢了 夏亚不愿意和狮神殿混为一谈 却见对方棋手抄位 要在此和她做个了断 游戏到此结束了 夏亚在队友的buff加持下 朝着狮神殿冲去 只要这个怪物还存在 这个国家和孩子就不会有迎来光明的一天 两股恐怖的力量对轰在一起 最终是夏亚的剑破开了狮神殿的防御 一阵耀眼的白光之后 天空在瞬间恢复了晴朗 不知过了多久 一个少年在漆黑的小巷中起身 喉咙处有足以致死的伤口 少年面对繁华的现代大都市 露出了茫然呆滞的神色 无人机拍摄到了他的身影 看到这一幕的技术宅都吓傻了 立刻一通电话打出去 说巷子里的尸体活了 少年茫然的走在大街上 周围的建筑风格非常陌生 这里的文字他也完全不认识 很明显 这具身体里的灵魂并不属于这里 它是从剑与魔法的异世界穿越而来的 见到这里和平阿易的样子 少年不由的想起了自己的国家 这时有警察过来查看情况 异世界的语言少年原本是看不懂的 但好在异式自动摘取了这具身体的信息 他动动嘴 发现自己也能说话了 这具身体名为四奶山波尔卡 警察注意到波尔卡喉咙上的伤势非常严重 刚准备带他去就医 一个眼镜少女突然从天而降 像是和波尔卡熟食一样 拽起他就跑 波尔卡又重新被带回了小巷里 少女名为吉宫美孝 听到这个名字 波尔卡脑海中逐渐浮现出相关的记忆 看来两人确实是认识的 美孝拎起波尔卡四处乱晃做身体检查 身体温暖 活泼乱跳 他确实还活着没错 波尔卡还傻乎乎的和人家道谢 却见美孝不知从哪儿掏出一根染血的翘棍 这样他就能再杀他一次了 他明明划开了波尔卡的喉咙 他到底为什么还能活着呢 波尔卡终于想起了死前的全部记忆 这个女孩就是杀死这具身体的真凶 波尔卡毫不犹豫扭头就跑 他躲进一处废弃大楼里 感觉大事不妙 这个世界既没有精灵 空气中的魔素也非常稀薄 这具身体更是连魔力都没有 而且他根本记不起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受伤了没办法自愈 只要再受到一次致命伤 这具身体毫无疑问就会死 美孝已经找不上了他所命 波尔卡随手抄起一根铁棍 勉强抵挡一二 虽然反应的过来 但是他的身体就跟不上 波尔卡打不过就跑 却被一刀刺中小腿 他心急如焚 实现他理想中世界的线索就近在咫尺 他怎么可能现在放弃 波尔卡一咬牙 拔出刀刃扔上美孝 一拳一拐地继续逃走 然而这只会让美孝这个变态更加兴奋 他虽然杀了不少黑道和杀手 但是在技场上被压制 还是第一次呢 波尔卡逃进一间银森的地下室 这里曾是黑道间非常著名的处刑场 因为有幽灵和黑道在这里出没的传闻 所以完全没有人敢靠近这里 而且在此时 波尔卡的哑眼觉醒 这栋楼里确实有着数不胜数的亡魂 使用过这里的人 可真算不上是世人命主草芥 美孝的周围同样围拢着众多亡魂 他一脸病交地问波尔卡 难道是那种珍惜生命的人吗 据说人类的灵魂有21克 这一次他一刻都不会给他留下 美孝抡起窍棍冲向波尔卡 波尔卡冷漠地一挥手 魔法阵在他面前张开 少在那里轻率地玩弄生命 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他的玩具 一只巨大鼓手瞬间穿透美孝的身体 将他狠狠定在沉重柱上 好家伙 一开始还以为穿越的人是夏亚 没想到居然是狮神殿 一集都演完了 才知道骷髅居然才是主角可还行 而此时的异世界迷宫里 夏亚正在忧心自己是否完成了任务 她的剑在刺中狮神殿的瞬间 对方发动了某种转移魔法 虽然她用亚眼捕捉到了狮神殿的灵魂 但是她消失的速度实在过于迅速 她真的将狮神殿完全消灭了吗 女术是安慰夏亚 教会观测班已经确定 狮神殿的灵魂气息已从这个世界消失 夏亚再次拯救了这个世界 狮神殿在异世界确实已经死了 但是她身为死灵法师的灵魂 却来到了名为日本的国家 重生在名为布尔卡的少年身上 头脑恢复清醒的布尔卡 终于想起了自己的身份 虽然不知道美孝和这具身体的主人有什么仇 但她感谢美孝 将她带到了这么一个魔力充沛的世界 捉迷藏的时间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他们之间以死相搏的死亡游戏 可怜的暗杀者 你打算装睡到什么时候 布尔卡放了一堆狠话 被串成串的美孝却一点都没动静 布尔卡召唤巨手 令起美孝晃了晃 啊就这么死了 布尔卡上辈子因为与生俱来的亚眼 而被父母卖给了宫廷魔法师 作为死灵法师而奔波于各个战场 他最渴求的就是能获得平稳的生活 只是想找回隐约残留在斑驳记忆中的那段日子 在亡国灭亡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都未能过上安稳余生四处流浪 之后他遇到了一群孩子 孩子们接纳了身为死灵法师的他 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段堪称幸福的和平生活 但是教会却找上了门 以救赎为名将孩子们残忍杀害 越是渴望越不得其门而入 他的复仇就此开始 用了足足百年时间 给予了那些人求生不得的惩罚 不知是亡魂的悲悯还是受死灵魔法影响 他潜伏的矿坑成为了尸骸盘踞的迷宫 但他仍旧渴望着安稳的生活 因此他在数百年间不断等待 终于迎来了能将无法自枪的他葬送的人 然后转身魔法顺利发动 结果没想到刚来到异世界 就把唯一认识的人给捅了个怼穿 不就是肚子混了个洞吗 怎么就死了呢 现在的人真是脆弱 确定没效死兔的波尔卡很头大 情报没问出来不说 他还可能因此被士兵追杀 想想自己刚才对着尸体的中二发言 波尔卡那叫一个羞耻 而通过无人机目睹一切的技术宅 彻底傻眼了 甚至怀疑自己的脑子可能是真的坏掉了 他将自己录下的影像 传给了一位米叫克拉里莎的女人 而无人机最后拍摄到的 是朝他伸来的骷髅手 美孝曾经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他的父母非常爱他 说他的笑容能给他人带去幸福 而是父母当着他的面 被一个变态杀手杀害 美孝也就此进入了杀手组织 之为了赫赫有名 只杀杀手和黑道 边杀人边微笑的杀手笑 他终于有机会 亲手解决了杀死他一家的仇人 杀杀人生目标的美孝非常空虚 他如今只有一个想法想要验证 那就是他能否下手杀死一个好人 于是他接下了针对原波尔卡的暗杀 他杀波尔卡的时候毫不犹豫 他知道自己重是个没有人性的杀手 活着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不会让任何人变得幸福 美孝越下高楼准备自杀 而就在这时电话突然响了 技术宅表示想死随便 但是他得先完成工作 刚刚被他割喉的波尔卡 现在可安然无恙的走在大街上呢 走马灯在脑海中闪过 美孝睁开眼 却发现腹部被统治的大洞已经愈合 他明明已经死了才对 为什么会复活 而且周围还出现了一群人 将他们团团围住 克拉丽莎搂过美孝埋胸 身体冰冷没有脉搏 他的的确确是死透了 硬说的话 他并不算复活 而是变成僵尸 时间回到美孝休醒前的40分钟 技术宅 知名叫做操屋将 是个靠着网络和无人机收集情报的情报贩子 偶尔也会帮杀手 做一些毁尸灭迹的清理工作 目睹波尔卡死而复生又召唤骷髅 三官被震得稀碎的将 立刻联系上了美孝的上司 克拉丽莎 异形人气势汹汹的 去找波尔卡报仇 世界观同样被捅了个稀碎 波尔卡修复好了美孝的肉体 让克拉丽莎去找树 实施展复活魔法 美孝就能彻底复活 此话一出 再让所有人都一头雾水 问了半天 波尔卡才知道 原来这个世界根本没有魔法这个概念 所处的时空 也与他之前的国家完全不同 见此 波尔卡赶紧受了魔法 表示 这都是他们的集体幻觉 克拉丽莎自然不会这么轻易被糊弄过去 有杀手大骂波尔卡是怪物 想要开枪 被鼓手一巴掌拍在地上 波尔卡警告他们 别轻举妄动 他现在可没掌握人类 到底有多脆弱这件事 身为首领的克拉丽莎 表现的却十分淡定 让波尔卡给他时间思考一下 波尔卡看上去游刃有余 但也在思考着 自己是否是这群人的对手 火警声突然响起 附近的一座大楼发生了火灾 将将影像传输到了克拉丽莎的平板上 虽然担心孩子们 但这种事也只能交给消防处理 一只眼睛突然出现在他的肩头 双马尾反应迅速将眼睛切碎 波尔卡敏锐捕捉到了孩子们这一关键词 问克拉丽莎那是什么意思 原来那间大楼里 有对非法经营的幼儿园 为母亲从事风俗业 或双亲涉足黑道去世的孩子们 提供容身之所 波尔卡让克拉丽莎给他带路 他被焚烧过不止一次 知道那是痛苦至极的体验 不应该是小孩子承受的 克拉丽莎还真就让将给波尔卡带路去了 他们离十八大楼有一段距离 波尔卡用骷髅模拟立体机动装置 火速赶到了现场 多用亚眼的力量 他能感知到孩子们的生命力 波尔卡利用骷髅弹射 将自己送进火场 孩子们的身边围拢数个亡魂 正是孩子们的父母 波尔卡召唤骷髅 供亡魂复身 于是下面围观的群众 就看到了火场中抱着孩子的骷髅 透明的巨手接住孩子送到楼下 虽然孩子们平安获救 但是火场灵异事件 却成了网上的热议话题 这样都搞不清楚波尔卡的道德观了 明明将美少的生命当作玩具对待 如今却奋不顾身来救孩子 他绝对是个不能扯上关系的怪物 时间回到美少醒来后 波尔卡问克拉丽莎 要怎样在这个世界 获得平稳的生活 克拉丽莎表示 这取决于他所说的平稳究竟是什么 当然不管什么 钱还是最不可或缺的 克拉丽莎问波尔卡的愿望是什么 波尔卡表示 他想用自己的能力赚钱 他比任何人都想获得 能守护那份安逸的力量 以及自己的容身之处 于是以开中介屋为工作的克拉丽莎 表示自己可以帮助波尔卡熟悉这个世界 并将美少和将作为助手借给他